云林大皮箱一间鸭疗 直接将废水排入水沟 常年制造臭味 让居民在野受不了 要环保局尽快处理 台中市家电诊所巡回车下乡 每月定点服务四天 帮山海豚民众做小家电维护 云林台西国小师生 每天省下一杯的饮料钱 一个月来募到两万元 全部都要捐出帮助植物人 更多精彩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5月7号的中台湾生活